主要我們在品評的時候 就是以這四大步驟 第一個我們看我們的流速 第二個我們聞 老師台上教導品水步驟 你沒有聽錯 現在連喝水也大有學問 多喝水 有益健康 但喝的水好不好 全靠品水師來分辨 例如運動後 得搭配鈉含量較高的水 有乳糖不耐症的 原不能夠喝奶 但是可以選擇 鈣含量高的水 還有碳酸清炎含量高的水 最適合當配餐水 但是怎麼找出這些水 全靠品水師的味蕾 我們每一支礦泉水 裡面的礦物質的組成也不同 什麼樣的餐點 我可以配什麼樣的水 搭配什麼樣的礦物質 可以展現客人想要的風味 想成為品水師可不容易 開瓶餐飲和德國教育機構合作 開設全球唯一的中文品水客權 這當客要價十萬六千元 上完客之後還得通過九項測驗 包含比試 盲飲和模擬情境測驗 還有德國品水師親自來台監考 都及格才能夠拿到品水需證照 那咖啡師的話 咖啡裡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水 茶葉裡面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水 所以他們其實用不一樣的水來泡不一樣的咖啡 又有不一樣的層面的應用 千辛萬苦拿到的證照應用層面很廣 能在礦泉水品牌擔任品水顧問 也可以到餐廳擔任專職品水師 在國外年薪可達八到十萬美金 看到他們薪資就覺得哇 這是大開眼界這樣子 就覺得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也覺得有機會可以嘗試 全世界品水師約三百位 臺灣就有超過七十位高居世界第二 臺灣還是全球唯一有中文品水師的課程 有人特地就從港澳新飛到臺灣 就為了這一張稀有的瓶水序證照 靜新聞牛津許家瑞蔡莫董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靜好新聞